各位麦子学悦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HTML5绘图 那这小节呢我们学习绘制路径 那CTX呢 绘制路径的步骤是以下四步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步 我们调用什么呢 CTX的begin path 就是开始一个路径 那第二我们调用它的什么呢 各种方法迁加路径 比如说迁加一段弧呀 Base2的曲线呀 很多方法迁加一个路径 那绘制完路径加完以后 我们调用CTX的close path 关闭路径 那最后我们调用file和stock 那file的话就是画一个实心的 那stock呢就画一个空心的 画一个空心的东西 那虽然我们在HTML5里边 没有提供绘制 比如说椭圆呀圆呀 这些几何图形 所以这些的支持都要用什么呢 路径来绘制 好这上我们绘制一个路径的什么呢 步骤 那首先我们看 呃先 首先我们看画这一条线怎么来画 这地方我们看两个方法 一个函数我们叫moo2 就是把路径移到画布的什么呢 指定点 是moo2方法 但是不创建什么呢 线条 那line2呢 是画一条线 那我们找到这个 HTML5的这个参考手册 画布 这其实我们要找这个 这个方法都有 那我们在这看有line2 这地方啊 首先我们看moo2 是把路径移到指定的点 不创建线条 那line2呢 是画条线 好 那么新建一个复制一下 index5 站到这儿来 我们叫index6 index6 确定 好 打开index6 前面之下呢 我们都删掉 首先我们调用 ctx.moo2 moo2呢 先移到 水平是80像素 80像素 两个坐标 然后呢 ctx.line2 画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画到 200像素 乘200像素的位置 我们开始一个路径之前 我们应该 调用 ctx.begin pass 那我们採下了个路径 採下完以后 我们调用ctx.close pass close pass完了以后 我们就调用 ctx.file style 复制语 比如说 orange 然后ctx.file file就是 填充一个实现的 实现的 反正这是一条线 就无所谓了 好 用行一下 6 这儿有点问题 好 这儿有个问题 就是 这个线呢 它没法填充 它就是一条线 所以不应该用 这个方法 我们应该用 ctx.stroke style 画一条橘色的线 然后ctx.stroke 这样来画条线 好 运行 有问题 stock写错了 加个1 这工具有时候 其实不是很完整 好 这样就画了一个橘色的线 那我要设线的宽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 ctx.line y.x.x.x.等于10 好 这样就画了一个 画了一条线 我们也可以设线的 这个粗细 稍小一点 5吧 好 刷新 可以设线的颜色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刚才是用了一个 moo moo t和line t moo 2和line2是怎样配合呢 是这样的 先把路径坐标移到这个地方来 80移到这来 移到moo2呢并没有画线 line2 200x200 那就是从80到80 到200x200这画一条线 这两配合画一条线的 这个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画一个 再画一个矩形吧 rect是画矩形 那么再画一个矩形看一下 ctx.ranked 不是fileranked 直接是ranked x坐标呢我们给上60乘以60 宽度呢是100 高度呢45 画一个矩形看看 画矩形的话我们得 先说放到路径上去 Ctrl x Close the path的时候 结束它 好这样的画了一个矩形 一定要注意这个顺序啊 begin path 然后前冲路径 前冲路径完了以后 close path 然后再画 这是画了一个 矩形 矩形的路径 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 画一段弧 我们再看一下 arc 它的用法 arc 是创建 一个矩弧 创建一个取析啊 弧的一部分 这画原啊 可能会用到它 那怎么用的呢 我们单独写个程序来画原 好复制一下 index6 好把它画成index7 回车 6保存一下 打开7 注意我们画图的 方式是这样 begin path 填完路径以后 close path 然后stock 然后前冲 聚起的什么大线 那我们现在看 arc怎么来用 arc怎么用的呢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参数 好复制一下 ctxarc 那我们看一下 它具体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 x和y是指定 你画一个弧线 弧线呢 它是个圆的一个弧 x和y指定这个弧的坐标 就是圆心的这个坐标 二呢 是指定这个圆的半径 半径是多少 那后边这几个参数呢 是开始角度 中止角度 是否逆时针和送时针 如果是force的话 是送时针 如果触的话是逆时针 这样来画 那么把这几个参数 分别我们用下 那么看 第一个是圆心呢 我们放到100x100的位置 这个圆的半径呢 是50 是50 好 把后边呢 ctrx掉 保存 看一下这个结果 直接用心 用火狐预览 火狐预览 这个地方参数 可能没给对 这儿没说可选 只有这个参数可选的 所以这儿应该要有五个参数 五个参数 那么看一下 Ctrl-Z 角度从零开始 到2乘以 MassPI 好运行 这样的话了个圆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用1.5 1.5乘以PI 就是 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那么看这个API 那画圆的话 我们就是2乘以MassPI 这是从D0度到2乘以MassPI 这样就画一个圆 那注意看这张图 这个是零度 这是0.5PI度 这是1PI度 这是1.5PI度 那2PI度就到这儿了 那你要画多大的弧呢 由它来决定 这是我们画弧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再来个逆时针画一下 这地方也可以再增加另外一个参数 给成 处的话就是逆时针画 哦 顺时针画应该是 顺时针画月 Force的话就是逆时针画月 Force 好运行 好 那这个半斤呢 比如说我给上 80 可能大了一点 好 这是画弧的方法 那这个呢 我们用一个 把它两处试掉 ctx.filestyle 等于 锦号ccc ccc是个灰色 ctx.file 它能不能填充呢 我们试一下 这就可以填充了 你直线的话是没法填充的 这个就可以填充了 好 这是我们ac 就是画弧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这一小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 那下一小节我们继续学习 其他画画曲线的方式 这下来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